HELLO 聊遊戲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EN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tint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對決大概是2000分左右的比賽 那我們先來介紹瑪雅 瑪雅一開始需要研發這個織布技術 因為他一開始是滿人口的 所以要先蓋兩個房子之後去按下第一隻村民 由於他一開始就多一吋的關係 所以經濟本身來說是會比對方好一點點 因為他可以減少了這個織布時間的 時間 所以到了封建時代那一個按下織布那一瞬間 他應該會有一吋的村民優勢 那假如你平常是打18P的玩家 18P上封建時代的話 那打瑪雅的話就要打19P 這個是需要注意個細節 當然你要繼續18P上也是可以啦 畢竟現在HELLO這個版本 算是比較提倡急速上封建的 那我為什麼會建議變成19P上 主要是因為怕你的流程會全部亂掉 最主要是流程上的問題 不是經濟上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你一個流程一換的話 你基本上後面的配置 什麼都要稍微改一下 所以玩起來會比較 沒辦法有效的練習 這樣講比較快一點 那瑪雅人後期可以打黃金果 可以讓老鷹高達100滴血 非常好用的迅速的步兵單位 那他還比較適合打工兵 工兵有很多的減免 不管是打瑪雅與劍射手 還是強弩都是很適合他的 而且打戰毛兵呢 他後期還有這個 散彈戰毛可以用 而且這個散彈戰毛威力超級強 跟那個青茶沒什麼兩樣 非常的狂 所以瑪雅人我是蠻推薦 對這個遊戲一定了解之後的 工兵玩家們 去來玩這個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這個文明人最大特色 是一開始TC會給100肉 以前是150 那我怎麼會nerf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這個給150肉給太多了 可以讓一些海途的情況下 可以高速上到封建時代 去出這個火戰場去燒對方的漁船 那為了要nerf他的這個效果 所以讓他變成100肉而已 當然好處就是你之後TC 每城堡時代蓋一個TC的時候 都會多100肉 這算是一個中期的經濟補鎮 那我覺得以平衡性來說 算是平衡得不錯 但是讓前期的一個 一個地圖選擇 文明的方式會有點被nerf掉了 就會讓立陶宛本身感覺 沒有那麼的有優勢了 在一些海途上 那立陶宛後期的話 可以打這個獵蹄獅 當然獵蹄獅是需要區檢 聖物才會搶的單位 每一間一個聖物 立陶宛都可以增加一攻的傷害 騎士跟獵蹄獅都會增加 那立陶宛本身也是有遊俠的 如果是打遊俠的話 他是可以成為 攻擊力最高的遊俠文明 所以我覺得獵蹄獅 這個單位也是相當關鍵 因為他的造價 獵蹄獅是比遊俠還要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玩立陶宛的人 應該是要趕快按下城堡 趕快挖手去蓋城堡 然後出獵蹄獅 如果對方出太多疾病的話 自己可以出點火槍或戰毛兵 都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先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部分 果子在前面 立陶宛來說會比較難受一點 而且這邊又是高地 這邊高地 讓對方踩的這個高地 會非常難受 而且對方是瑪雅 攻兵打這個地方 會比較舒服 金晃說在左邊 其實看起來沒有那麼好守 那如果是要給分數的話 目前是給大概60分吧 算合格 那為什麼是合格呢 是因為他有兩片木區 而且這邊好圍 這邊稍微圍一下就好了 其實沒有太大困難 這邊再稍微圍一下 那金晃會移留在外面 那他的附金也在外面 但是距離來說是偏近的 那只有一塊金在外面 比較慘一點 那其他這邊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你看這兩個兩塊石頭也在裡面 這個對立陶宛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合格的 最主要是因為前期不需要圍太大 省下的這個防守支援非常多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瑪雅這邊 瑪雅這邊是打一個棒棒開酒 果子在前面 你看果子在前面就很難吃果子 所以一開始這個地圖 你要去分析一下 你現在是優還是獵 才不會容易放過多的防守 支援去守這個魔防 去守這個吃果子的村民 那金晶化術在後面對瑪雅非常好 那就變成說他前期會比較難受 這邊打一個強軍事也是相當合理 只要軍事夠強 讓對方的兵不要到家裡 那瑪雅就有機會去吃果子 那他的觀念相當好 好那立陶宛果然是這樣子 小微小微了一下 這樣防守成本極低 他就可以高速撒農田 省下這些木頭跟建築共用時間 就可以去撒農田 就可以更快比對方上到城堡時代了 好這邊兩隻槍兵守在這邊 OK瑪雅還是按了幾隻槍兵 你看防守成本就變高了 不過果子在裡面稍微微死 連槍兵都不用按 對不對 好但是這邊瑪雅出現點失誤 被收掉了一村 三隻刺頭拿到了一殺 後面兩隻槍兵繼續追逐 這邊要稍微微死 因為他後面沒有微死的關係 變成家裡的礦點區 都是要微一下的 瑪雅的三棒棒沒有打出任何東西 也沒有點下裝甲步兵升級 這邊點下一擊伐木之後一擊龍還沒有點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打算要點裝甲步兵了 雖然我覺得這個情況下 點裝甲步兵其實還蠻好的 畢竟血量是滿的 那他為什麼不出裝甲 原因只是單純他想要省肉 然後也想把這個黃金全部投資在弓兵上 所以不點裝甲是這個理由 那這邊點裝甲的好處呢 就是破門更快 讓對方更難修熱起來 所以後面也有弓兵 待會正面刺口來解的時候 裝甲步兵也是可以獲得一個很大的殺傷力 所以我覺得這是瑪雅這邊的一個 算是小小的缺失吧 我覺得應該要上了 這個裝甲步兵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的護打 刺口稍微溜打一下 這邊毛兵第一時間去打槍兵 槍兵直接倒地 之後直接原地開打 毛兵繼續輸出弓兵 後面的你看 這邊棒棒跟刺口直接把對方的馬給打爆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沒有升裝甲有點可惜 不然這個優勢會越打越大 瑪雅這邊打得非常兇殘 好 那這邊看來就是差不多就這樣子 毛兵再過來解一下 那立陶宛的毛兵跟槍兵都有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他打這個槍兵防守也是相當厲害的 當然毛兵也是 而且他毛兵 戰毛兵是攻防全滿的 那到了電用style 來點下這個塔盾技術呢 可以讓這個 戰毛兵遠防高達死 這個非常強悍的 那瑪雅人這邊的應對方式 用這個散彈戰毛的話 打立陶宛其實是有點counter的 因為散彈戰毛怎麼打 其實都是一滴血狀況下 打立陶宛的話根本沒差 反而是瑪雅這邊是有點優勢的 但如果是要打到沒黃劍的情況下 才會有優勢 好 這邊又拿到一村 現在是1比1 這邊有更多的毛兵走過來 想要硬解 這邊的工兵 工兵直接被解光 後面的毛兵跟幫忙走過來想要防守 但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工兵全部被解掉了 瑪雅送上這波兵其實有點虧 這一波送的不應該啊 這個有點太小看對手了 但是瑪雅這樣的好處 就是說 他送上這麼多的工兵 但是他知道他按了太多的毛兵了 造成立陶宛這邊上城堡時代會非常的穩 差了快2分鐘 瑪雅這邊直接轉出均勻 3均勻轉老鷹 OK那就是南美洲文明最強大的地方 老鷹豹 城堡時代老鷹豹很少有文明可以 可以擋下來 因為基本上你靠勝率要招翔的話是很難招的 而且老鷹有抗招翔能力 打勝率優惠會有額外傷害 而且攻擊力一起來的時候 拆外面建築很快速的 立陶宛這邊最好方式就是趕快上這個石牆 出奴炮 或者是出頭車 直接硬砸這些老鷹 只要老鷹不要飛進來 立陶宛這邊是有機會守得住的 這邊防守很重要 立陶宛這邊知道自己時代落後 沒有辦法點下工程器製造索 什麼都不能蓋 打了一個超兇盒的老鷹豹 現在這個黃金感覺沒有配得很好 待會黃金可能還是會有點缺 黃金用沒了 好 這邊工兵全部送掉 因為我覺得打老鷹豹 至少要快接近20個人挖黃金會比較好 不然他會有斷老鷹的可能性 他繼續補老鷹跟均勻了嗎 哇 你就三均勻不補啦 OK他這邊要開TC 難怪不補了 他看起來自己打不進去了 那通常打老鷹豹還會搭配這個投石車 在後面偷偷打這些毛兵工兵 甚至森略 逼對方去點下這個救贖思想 然後正面的老鷹就去拆外面的建築物 只要一有漏洞 我基本上就秒殺了 當然立陶宛這邊守得很不錯 第一根城堡已經蓋下 烈提示也是慢慢按了出來 那修道院的話趕快下了之後 又趕快去撿生物了 但是瑪雅這邊生物已經撿了一些 兩個生物已經拿下第三個也撿回來了 第四個也在路上 立陶宛難道只能拿到一個生物嗎 完蛋了 立陶宛這邊 沒有生物該怎麼打呢 這個我其實不太知道 因為我不太會玩立陶宛 因為我們每次撿生物都撿得莉莉拉 撿得一兩個就差不多了 真的覺得要邊打邊撿生物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那瑪雅撿了四個生物相當滿足 並沒有就是想要去爭奪第五個 他打算這個要送給對方了 立陶宛這邊爆了六隻的單位 加上一些毛兵 這毛兵還沒有升級 這邊是要打算先開下第三個TC的樣子 那第三個TC開哪好呢 看一下 看起來都不太好 剛剛直接開這裡算了 這個地區還可以稍微伐木一下 好這邊老鷹直接打門口 但獵體師直接到了瑪雅的後方 瑪雅這邊防守也是相當快速的 直接把家裡圍死 但家裡沒有任何的槍兵可以做抵抗 所以這邊一定要趕快盡可能的圍死 然後不用這個僧侶跟長槍兵去擋住 好那老鷹這邊繼續攻擊無果 感覺沒有辦法可以打穿 這種工程器製造所已經補下了 好家裡獵體師就去督 但是只督到兩隻村民 好虧啊 這一波立陶宛基本上是血虧 他基本上把自己的騎兵全送掉了 把銅掉了一隻生女 補了一下黃金 那兩隻獵體師被找走還是有點虧的 好這邊有更多的老鷹走得過來 但是看到了工程器製造所還是要撤退 原來這個不行啊 老鷹遇到頭撤的話很容易被打爆的 所以瑪雅如果真的要強攻的話 也可以點一下救贖思想 但瑪雅沒有這樣做 好立體師打算要來絕地大反攻 在前線蓋了一棟城堡 想要直接插爆對方TZ 好這根TZ要是能插 喔不是TZ喔 插了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要是能插起來 可以打到點東西喔 好這邊看一下 招翔部分先把烈體師拉到後方 生女沒辦法繼續做招翔 好但是 其實沒辦法第一時間攻擊 毛病趕快解掉 OK 把對方的生女解掉之後 烈體師就可以進行攻擊了 好那瑪雅現在門口被蓋了一個大墳堡 好啊 這根堡插在這個門面上非常難受 但瑪雅現在支援已經可以上上帝王時代了 所以沒有必要去硬點衝車喔 直接出這個巨頭時機就行了 那待會城堡的位置喔 可能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喔 或是這個位置 我覺得左邊一點會更好一點 好為什麼呢 是因為左邊有主金啦 然後還可以少到一點農田喔 蓋這個位置阿 或是直接低農田喔 下這個位置也是可以的 好跟對方互射 好 那兩邊應該就是等帝王時代了 那立陶宛這邊是要利用這根城堡 給對方更多的壓力 然後自己偷偷開農起來 那這個策略其實不錯的喔 對於一些比較低分的玩家們 確實會打到很好的作用 但這個分盾的玩家應該多多少都知道 這根城堡並不會有致命性的殺傷力喔 好 除非他這邊兵進來才會有 但如果他這邊兵進來的話 裡面只要準備好長槍兵 問題也不是非常大的 那這邊只要繼續繼續農 然後把激烈兵控好 不要撐到這波兵 然後繼續往外移喔 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好 地龍時代這邊有點顯得尷尬 那有個細節就是 不能喔 把這個地龍時代喔 研發在最外側的喔 如果你這個TC已經被打 那應該是由後面的TC去研發地龍時代 很多時候喔 大家都覺得可能沒差喔 但 很多 很多時候就是覺得 就是這個沒差喔 造成一些比賽的時候 有人就這樣做 結果導致就爆開了 生死賴輸了 然後就直接輸掉那場比賽 然後直接噴了好幾美啊 好幾千美 好幾百美 呵呵 千美是還好 那 那我覺得這個 算是一個習慣喔 大家就是習慣性喔 研發這種重要科技的時候 去研發後面的TC就好 好 好 那看起來老鷹沒有送掉 算是不錯的 不錯的選擇喔 即使這邊老鷹沒有做任何事情喔 也是可以給對方一點點壓力喔 讓對方不太敢 輕而易舉的 把這個兵往裡面送 因為立陶丸也不是白癡喔 他知道老鷹還沒有消失呢 不知道躲在哪裡 好 吃到地龍時代 距離頭11開始產出 立陶丸這邊也點下了二級房 地龍時代還有一分半 好 好 奈亞先升起了疾兵 疾兵先升到最強 但這邊疾兵 槍兵一直往前走 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在送掉 好 這邊有立陶丸的烈提斯 要想要上了硬拆劇情投石機了嗎 好沒有 這邊沒有選擇硬拆 這邊有看到疾兵的關係 所以不敢輕輕上前 好 右邊立陶丸也是 開始在繞背了 好 想要看一下偷後方的經濟 但他經濟後八 現在才開了一個TC而已 好 第二台軍的投石機已經出來 好 這邊烈提斯抓到了瑪雅的村民 哇 殺到了一些 還不錯 村民術已經 反超了 現在瑪雅是霸7村 對上97村 差距10村的村民術 這邊趕快拉一堆僧侶去 來招搶對方的烈提斯 正面部隊可以繼續攻城 沒有問題 4巨頭也出來了 立陶丸這邊可能會轉一點火槍 立陶丸火槍也是好用 打步兵就是要用火槍 不然要幹嘛 老鷹直接被烈提斯給點爆 烈提斯傷害太高了 老鷹的防護率完全點不住 雖然老鷹本來就沒有防護力了 防護力是0的 也三防 也只有三防而已喔 真的是偏爛 這裡還沒有點下 精銳英勇士 所以這個體質跟防護 都是偏爛的 好 正面城堡掉了之後 慢慢把巨鏡頭司機往外 開始攻城了 城堡也開始慢慢插得出去 這個瑪雅人打得還算不錯 雖然村民術有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因為被插城堡的時候 有點不知所措吧 村民稍微落後了一些 沒有及時往外擴 所以烈提斯 立陶丸這邊 就有喘息的空間 可以農到帝王時代 那帝王時代的互打 就是有點在看 雙方的科技路線 還有這個 轉兵的意識 雖然立陶丸這邊 有意識到轉火槍 但這邊前線的四個射箭場 可能會 三個射箭場 可能會沒辦法 造這些火槍 這個火槍出來也是 可能會被送掉了 直接擊兵一戳 火槍 都沒了 還好後面有再繼續補射箭場 這裡點下三級馬凱 要來補一下烈提斯的防禦 那我覺得立陶丸這邊轉個大陸馬也是可以的 這邊繼續打烈提斯 其實對他來說不太好 因為他只有點到一個聖物 烈提斯傷害其實是偏低的 但他也是需要點正面單位去當肉盾來打 所以這邊可以考慮出這個什麼 血液步兵之類的 但出血液步兵的話就很怕對方的工兵 所以自己的戰毛兵要趕快升上去 那自己的火槍手也是很怕工兵的單位 所以這個立陶丸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升塔盾 然後去點這個 戰毛兵 講完就點了 三防也點下 那瑪雅這邊是果然轉出的瑪雅羽劍射手 瑪雅這個羽毛劍射手是非常難產的單位 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馬弓單位 跑速基本上比馬弓慢了一點點 但是攻擊射速非常的快速 比一般的馬弓射的還要快 而且還有這個拇指環搭配起來 哇這個傷害非常的猛 但是他比一般的強弩少了一攻的傷害 所以這是需要注意的點 很容易跟對方有想 就很容易打不太贏 所以瑪雅要打這個羽毛劍射手 一定要配幾兵 才可以有效的發揮出他最大價值 好 瑪雅直接往前四台架起來 開拆 第一個射箭場 好 瑪雅打得非常穩喔 他沒有這麼的躁進 拆掉一個 就是往前看到TC 想再往前走幾步嗎 欸 直接往後走 不是吧 你現在軍事有一定的實力了 而且擊兵數量夠多 現在立體是想要數量擰壓過去 其實是很困難的 而且沒有點下精銳 雖然防禦是全滿的 好 但立陶安現在有科技上的優勢 火炮已經慢慢點出來 那瑪雅這邊可以考慮點一下 印刷技術跟救出思想 來招搶對方的火炮 然後對方火炮沒有這個輸出空間 就可以稍微封運作 好 哈雪趕快點 好 烈體絲果然要上前硬拆巨頭了嗎 但是一到前方就已經被瑪雅與劍射手射翻了 非常多的烈體絲打到地上 正面的戰寶兵想要做防守 但戰寶兵還沒有點下塔盾的關係 所以被瑪雅與劍射手射到的時候 傷害是有點高 血量掉了非常快速 瑪雅這邊點下了三攻 想要把自己科技給攀滿 但公兵開起來還沒有生完 所以被射到的時候還是有點痛 好 但正面的疾病全部被解光了 瑪雅這邊忍不住了 直接用森林去招對方的火槍兵 這個人能夠招到嗎 好 均勻偷吃音 右邊偷偷開拆 兩邊交火打得十分激烈 我覺得立陶宛這邊轉兵轉了非常多戰馬 非常好 好 戰武兵繼續按 只要能換到對方多一點的羽射手就是轉 火槍兵在後面防守 火爆繼續輸出 這一波立陶宛有稍微反打回去 而且村民處拉到133村 好 瑪雅這邊村民處還不夠多 但這邊點下金瑞羽毛劍射手的升級了 好 一升級完之後會再多加15滴血喔 會加很多 來看一下 遠防還不再多加1 哇 看 血量直接起飛 好 立陶宛這邊點下塔盾 沒錯 這個重要科技喔 就是現在該點的 好 三台巨頭直接倒光 目前瑪雅的工程手段全被消滅掉了 這邊轉出了老鷹 金瑞老鷹的升級 那這邊黃金也是有在控的 雖然沒有去嘛 當然就是派了兵去駐守 自己的野心還沒有開始吧 瑪雅這邊稍微金礦有點不太夠了 待會要去找下新的礦軍喔 調配一下資源 哇 還點下黃金果啊 好 這就是瑪雅的輸入特色了 黃金果搭配老鷹 那戰毛兵的部分還沒有顯現出來 那這個情況啦 戰毛兵好像不是非常重要 但我覺得也可以適時的轉 如果要打老鷹的話 這個羽毛劍射手可以稍微停一下 好 轉這個銀罐喔 配戰毛兵其實也是不錯的喔 畢竟打這個對方戰毛兵跟火槍兵喔 都有一定的傷害 好 那瑪雅劍射手 射火炮是很痛的喔 他這個數量應該是一發擊火就可以收掉了 好 瑪雅劍射立陶宛的反攻 立陶宛這邊點下了青騎兵跟品種的升級 對方蠻劍射手 捷了起來 一百機起的老鷹 攻擊力9加4 遠防8 但是一樣一抽害怕火槍 立陶宛現在這個組合搭配喔 是還蠻不錯的 但是遇到老鷹的話 會有點吃力喔 因為老鷹 沒有辦法擋得住 沒有騎士單位在前面扛 曾經可能用火箱在後面多射一點老鷹才有機會 那瑪雅的重點也是先去射後面的火槍 讓火箱沒有輸出空間 老鷹就可以繼續一直督正面的戰毛兵 這種兵就會送光 這種兵一送光的話對手就會尷尬了 沒有任何單位可以去反制對方的瑪雅魚劍射手 瑪雅魚劍射手就從此被解放 被解放之後立陶宛還能在狗住嗎 火炮全部被射爆 老頭也被射死怎麼辦 這就是瑪雅的一瞬間的機動部隊 直接前壓 稍微控兵射掉後面的重要單位 立陶宛直接潰步成軍 這根城堡想要蓋起來但應該是有點困難了 對方立陶宛已經先蓋好 這個情況看來是有點難守 沒有關係 瑪雅這邊正面已經是打贏了 那立陶宛還有兩千多塊黃金 我不知道想要是出什麼 有點猶豫吧 因為他怕出投資車或大型工程器械 很容易被對方瑪雅的生旅 直接招翔掉 但其實瑪雅沒有點這個救出思想 那我覺得他確實這個顧慮是應該要的 不然投資這麼多黃金 可能暗了也沒用 那立陶宛現在最好的打法就是轉出烈提斯 但烈提斯需要很多城堡 現在他只升兩棟 而且也沒點下精銳 生物出量也不夠多 所以他這裡的選擇也沒太多了 就只能轉這個肉碼 或者是轉更多的火槍 或是戰毛兵 再繼續反打回去 雖然他有用清洗兵到瑪雅家裡做燒了 家裡還是有一些城堡跟級兵在守住的 所以防守來說瑪雅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瑪雅這邊居然意識到他沒有點下三級 還有這個守黑車 二級龍也沒點 最狠的那種 瑪雅這邊老鷹 要肥進去囉 這邊居然是有洞的 趕快再圍一下 這裡沒洞了 沒事 這邊用人肉賭洞嗎 這什麼畫面 賭賭起來 堆絲賭法 哎呀來不及堆絲村民還是逃散了 OK 立陶宛這邊 進入非常難受的一個時期 這個地方一個守不好 馬上就會GG了 後面這個瑪雅有些射手 根本是守不太了 太難纏了 電梯絲被封印住 火箱後面極限防守 想要守到最後一刻 但是大量的工兵 直接把立陶宛的列提斯 射到蒸發了 太狠了 立陶宛打出了GG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立陶宛 立陶宛的木材跟食物 基本資源是贏的 但是瑪雅這邊黃金比較多一點 尤其是他有四生物的關係 舌頭上也是多一些些 但其實你看瑪雅的資源 也沒有比對方差距很多 我覺得瑪雅這個資源永續的效果 還是有讓他補正一些 石料跟黃金的一個 後期的優勢 資源是更多一點 可以打更後期一點 也算是補正他後期 沒有火炮跟火箱的一個缺點吧 我覺得瑪雅這個文明的話 其實他可以多打一些 像什麼大衝車之類的單位 去當作瑪雅一間射手的坦克 前面在拆箭子物 後面可以輸出 是一個滿好的選擇 但他這邊是看到立陶宛出火炮的關係 所以不太敢出衝車 出衝車很容易被火炮給剪掉 所以出巨頭我覺得也是OK的 好啦 那立陶宛這邊的話 應該我覺得 其實聖物被剪掉四個 那一個時期 我就覺得沒什麼救了 我覺得那個時期就已經偏良了 所以我覺得立陶宛好像也沒什麼好講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